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上次课呢,我们讲了润滑油的银压特性还有银压特性。 那么润滑油还有什么其他的物理性能指标呢? 先来看一看油性。 油性呢,它反映在摩擦表面的吸附性呢。 那在油性这个物理性能指标当中呢,边界润滑和粗糙表面是尤其重要的。 另外一个润滑油的性能是闪点。 闪点呢,它是顺时燃烧和碳化。 另外还有燃点。 燃点呢,它是长时间连续燃烧的温度。 还有凝点。 凝点是冷却由液体转变为固体的一个临界的温度。 它代表着低温启动的性能。 第六个,急压性。 用PB来表示,它是在重压下表面膜破坏的最大接触载荷。 它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极限载荷。 另外还有酸质。 它限制润滑剂变质后对表面的腐蚀。 我们再来看看润滑脂这些主要性能。 润滑脂呢,就是在润滑油当中加入筹划剂。 它的组成是由基础油加上筹划剂加上添加剂。 润滑脂的性能指标啊,主要有真入度,低点,吸油量,机械杂质,灰分,还有水分等等。 先来看一看帧入度,什么是帧入度呢? 我们让这样一个标准的锥体,一个什么样标准锥体呢? 150颗,在25度的温度时,5秒时间内,让它放入一个标准的量杯当中,看看它深入的高度h是多少。 这个呢,就代表着它的真入度。 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用针尖去扎一个蜡纸的东西,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能扎进去多深? 这个真入度的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让这样一个标准的锥体,这个锥体是150颗,在25度这样特定的温度下, 在规定的时间5秒内,让它沉入一个装有润滑纸的一个标准的量杯当中,看看它沉入的深度是多少,这个就叫做真入度。 它代表的是润滑油的软硬程度。 低点,低点呢,是从固体到流体的温度的转折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种类,种类呢,包括钙基脂,它具有抗水这样的一个能力,适合于氢中重载荷。 还有钠基脂,它适合高温,但不抗水。 锂基脂,它的用途很多,是最好的一种润滑纸。 还有铝基脂,它具有高度的耐水性,它主要用在航运机械上。 另外,其他特种润滑纸,包括特种合成油,添加剂,还有绸化剂等等。 我们再来看看固体润滑剂。 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方说高温和低温,另外环境非常恶劣这样的一个场合,润滑油和润滑纸都不能够发挥它们正常的润滑功效。 这时,我们就要用到固体润滑剂,比方说二流化木,比方说石墨等等等等。 另外,现在一些纳米材料,还有软金属,都可以作为固体润滑剂。 它的应用方法是涂布,粘贴,嵌入,还有作为添加剂等等。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添加剂。 作为添加剂,是为了提高油的品质和性能,常在润滑油和润滑纸中加入一些分量虽小,但对润滑剂性能改善极其巨大作用的这样一个物质。 我们把这些物质叫做添加剂。 添加剂的作用有,一个是提高油性,结压性,一个是厌长使用寿命,再有一个改善物理性能。 这个呢,是添加剂的作用和软化温度,摩擦系数,含脂肪酸和结压添加剂的油,以及含脂肪酸的油,含结压添加剂的油和非极性油这一些特性曲线。 添加剂的种类是很繁多的,比方说有油性添加剂,它具有极性分子结构,还有抗膜抗压这种添加剂, 还有抗氧化腐蚀添加剂,还有洁净分散剂,这个主要用在汽车中。 另外还有防锈剂,降凝剂,增年剂,消炮剂,贡精球,还有纳米添加剂,这是一种新的材料。 再来看一看作为润滑的,润滑装置有哪些? 那首先呢是单体供油装置,包括油壶,还有油枪,还有油杯。 如果你到机械加工厂当中呢,你会看到专门有一种工种叫做油工,那么它呢手里提个油壶,定期的到设备前面去用油壶添加油。 这个呢是单体供油,另外还有油枪和油杯。 集中供油装置呢,它第一个呢是简单的少数点为集中供油。 第二个呢是设备中心,车勤以及工厂集中供油。 它包含了泵站,加上过滤,加上分配器,加上一个工位润滑。 这个是手动润滑泵,这个是电动润滑泵。 那么这一章呢就这么多内容,我们来看下一章。 我们讲第五章,罗文连接。 大家都知道啊,由于使用,结构,制造,装配,运输等方面的原因呀, 机器中很多零件都需要彼此连接起来。 那么机械零件之间的这种连接,我们把它分为静连接还有动连接。 静连接呢,就是把被连接件之间完全固定,它们之间没有相对运动。 动连接呢,就是被连接件之间能够产生一定的相对运动。 比方说运动负,运动负之间的连接,如果是不能够产生确定的相对运动的话, 那么它就构成不了机构了。 我们本篇啊,本篇主要介绍的连接是静连接, 也就是两个被连接件之间不能够有相对运动, 它们是完全固定的。 那这种静连接的主要类型呢,有可拆连接和不可拆连接。 这种可拆连接和不可拆连接是怎么分类的呢? 可拆连接,就是把连接件和被连接件拆开之后, 它们彼此都不会破坏掉,还可以重新进行连接, 还是有重新工作的性能。 而不可拆连接呢,就是把连接件和被连接件拆开之后, 必须要破坏掉两个或至少其中一个连接。 那么这种连接是不可拆连接。 在可拆连接当中,主要包含螺纹连接, 键连接,花键连接,销连接,弹性环连接等等。 这是可拆连接。 拆开之后呢,像我们刚才所说, 两个连接顶件和被连接的件都不被破坏掉, 还可以继续重新工作和重新连接。 那么不可拆连接,我们刚才说了, 只要是把这种连接拆开, 其中之一或者是两个都要被破坏掉。 它主要包含锚接,焊接,还有粘接。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最为最为常用的, 就是你的夏天用来乘凉的扇子。 那么扇子的各个扇翅是用锚钉连接起来的。 你想一想,如果要把这种连接破坏掉的话, 你要么就把扇翅撕开, 要么就把锚钉给它折断。 焊接和粘接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就是不可拆连接。 那我们这一章讲的是可拆连接。 另外在可拆连接和不可拆连接之间, 有一种连接呢,叫做过硬配合连接。 什么是过硬配合连接呢? 我们以孔和轴的连接为例, 通常我们是把轴装到孔中, 轴的尺寸呢, 小于孔的尺寸。 那么这种连接呢, 我们叫做它是一种间接配合这样一种状态。 可是有些情况下, 为了使轴和孔之间不会产生相对运动, 那么我们把轴的尺寸做成比孔的尺寸要大, 做成比孔的尺寸要大。 这个时呢, 轴和孔之间的连接就叫做过硬配合连接, 也叫做过硬连接。 那么这种过硬连接呢, 按照尺寸系列的分类, 可能这种配合非常非常的紧, 比方说我们要用油压机, 把轴压入孔中。 有些时候呢, 这种过硬配合要稍微的松一些, 比方说我们用软唇就可以把轴敲入到孔当中。 那在这样一种过度的过程中, 过硬连接, 有些它可以拆开, 比方说你用软唇敲入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敲出来, 这种连接拆开之后呢, 零件直接, 零件表面和零件它自己不会被破坏掉。 可是呢, 当这种过硬连接非常紧, 如果一旦把这个连接拆开, 那零件, 两个零件或者其中之一就要发生破坏, 不能够再继续正常工作了。 所以我们说过硬连接, 它是介于可拆连接和不可拆连接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方式。 那我们主要讲可拆连接当中的螺纹。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螺纹的形成。 我们让一条具有一定轻角Perside的一条直线, 把它缠绕在一个母体上, 这母体呢, 可能是圆柱体, 也可能是圆锥体, 这样呢, 就形成了螺纹。 我们让一条倾斜的直线, 倾斜就是和与轴线相垂直的平面, 成颇在角的这样一条直线, 一条斜直线, 缠绕在一个母体上, 一个什么样的母体呢? 一个圆柱体, 或者是一个圆锥体上, 这样呢, 就形成了螺纹。 那我们来看看螺纹的主要参数有哪些呢? 第一个, 霸镜D, 这里大镜D, 什么是大镜D呢? 它是和外螺纹的崖顶, 外螺纹呢, 有内螺纹和外螺纹之分, 那么大镜D呢, 是和外螺纹的崖顶, 以及内螺纹的崖顶, 相重合的加强圆柱体的直径, 这是大镜, 大镜呢, 是螺纹的公称直径, 是螺纹的公称直径, 比方说, 我需要一个M10的螺栓, 我让你去买, 那么这个M10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螺纹的大镜, 这是大镜,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小镜D1, 它呢, 是和外螺纹的崖顶, 以及内螺纹的崖顶, 相重合的, 假想圆柱体的直径, 小镜D1呢, 它常用于强度计算, 用于强度计算, 用到小镜D1, 这里小镜D1, 中镜D2, 什么是中镜D2呢? 我们在轴向抛面内, 给它做一个轴向的抛面, 牙后等于牙尖宽的, 那样一个假想圆柱体的直径, 在轴向抛面内, 牙后等于牙尖宽的, 假想圆柱体的直径, 就叫做中镜D2, 它常用于几何计算, 常用于几何计算, 比方说, 我们在求罗文例句, 在求圆柱例时, 都要用到中镜D2, 这里中镜D2, 轴向抛面内, 牙后等于牙尖宽的, 假想圆柱体的直径, 线数N, 什么是线数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罗文的形成, 罗文的形成是让一条倾斜的直线缠绕在一个母体上, 那么如果是一条倾斜的直线缠绕在母体上, 我们说它是单线罗文, 如果是几条倾斜的直线, 等间距的缠绕在一个母体上, 那么我们形成的就是多线罗文, 所以线数N它表示的罗文的螺旋线的数目, 一般来讲, 螺旋线的线数不超过4, 一般来讲, 螺旋线的线数呢, 它是不超过4的, 线数越多, 加工越困难, 但是呢, 线数多, 罗文传动的效率却越高, 螺旋批, 螺旋批, 螺旋批是什么呢, 在这里就是相邻两螺文芽, 相邻两螺文芽上对应点之间的轴向距离, 这是相邻两个螺文芽, 那么对应的两点, 对应两点之间的轴向距离, 我们叫做螺据, 导乘S, 导乘S和螺据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我们来看导乘S的定义, 什么是导乘S呢, 沿螺文上同一条螺旋线转一周所移动的距离, 它是螺文上沿同一条螺旋线转一周所移动的轴向距离, 或者换一句话说, 同一条螺旋线上相邻两螺文芽之间的轴向距离, 和螺据的区别呢, 螺据就是它不管你这个螺文是几条螺旋线形成的, 只要是相邻两个螺文芽对应两点之间的轴向距离, 我们就叫它螺据, 可是导乘它限定一个条件, 就是在同一条螺旋线上相邻两崖对应两点之间的轴向距离,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导出, 螺据P和导乘S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假定螺旋线数是N的话, 那么导乘就等于N倍的螺据, 来看这里, 来看这里, 我们把它啊, 我们把螺纹给它展开, 把螺纹给它展开, 那这里呢, 这是沿着小径展开, 中径展开, 大径展开, 通常呢, 我们是把它沿着中径展开, 这一段距离是这个圆柱体在中径线上的周长, 那么这一个啊, 这一段距离S就是导成了, 这一段距离S就是导成了, 再来看另一个概念, 牙形角α, 牙形角α呢, 它是在轴向截面内, 螺纹牙形两侧边的夹角, 这是轴向截面啊, 这样有一个, 把这个螺纹呢, 给它做一个轴向截面, 在轴向截面那里, 看这儿, 螺纹牙形两侧边的夹角, 这个就叫做牙形角, 那么和牙形角相对应, 还有牙形斜角α, 有些数据当中呢, 也叫做牙侧角, 什么是牙形斜角呢? 就是在, 同样是在轴向截面内, 螺纹牙形一侧边, 和螺纹轴线的垂线之间的夹角, 如果这个螺纹牙形是对称的话, 那么β就等于2分之α, 如果螺纹牙形是对称轴形的话呢, β是2分之α, 那么如果是不对称的, 要分别从两个侧边量取, 再来看下一个概念, 螺纹牙角, 螺纹牙形的斜线和垂直于螺纹轴线的平面间的夹角, 这个呢是从中径上量取的, 从中径上量取的, 螺旋线的切线和垂直于螺纹轴线的平面之间的夹角, 就叫做螺纹升角, 从上一章, 大家看上一章, 这里螺纹升角Tanita Psi, 在这里中径线上量取的, 它的正切就是导成S和中径的周长的一个笔值, 导成S和中径上周长的笔值, 那么S又等于NP, N是螺纹线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螺纹升角和螺据的关系写出来, 这是螺纹升角的一种角达函数, 好, 关于螺纹的参数啊, 螺纹的主要参数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我们下面呢看一看螺纹的类型有哪些, 螺纹呢分为内螺纹和外螺纹, 分为内螺纹和外螺纹, 这个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见的比较多, 比方说一个螺栓和一个螺母的连接, 那么螺栓呢它就是外螺纹, 而螺母呢是内螺纹, 大家可能习惯上呢叫做螺丝, 那么你们学了这文课之后呢, 不要再把螺纹连接件叫做螺丝了, 那么是螺栓就叫它螺栓, 是螺母就叫做螺母, 以及包含我们后面要讲的螺钉, 双头螺柱等等等等, 还是说回来, 那么如果是螺栓和螺母连接的话, 螺栓呢是外螺纹, 螺母呢是内螺纹, 在内外螺纹当中, 又都包含了圆柱螺纹和圆锥螺纹, 什么是圆柱螺纹呢, 我们让螺旋线缠绕在圆柱体上, 就形成了圆柱螺纹, 如果我们让螺旋线缠绕在圆锥体上呢, 就形成了圆锥螺纹, 对于圆柱螺纹和圆锥螺纹来讲, 同样都包含着左旋和右旋之分, 所谓左旋和右旋指的是螺旋线的旋绕方向, 螺旋线的旋绕方向是从左到右呢, 还是从右到左, 一般从左到右呢, 它是右旋, 从右到左呢是左旋, 常用的螺纹呢是右旋螺纹,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呢, 也会用到左旋螺纹。 按照螺纹牙形的不同呢, 我们分为普通的三角螺纹, 普通螺纹也叫做三角螺纹, 就是轴向抛面内, 螺纹的牙形呈现一个三角形, 呈现一个三角形, 鞠形螺纹, 轴向抛面内呢, 螺纹的牙形是鞠形, T形螺纹, 轴向抛面内, 螺纹的牙形是T形, 鞠齿形螺纹, 在轴向抛面内, 螺纹的牙形呈现一个鞠齿形的状态。 具体大家可以看我们书上的表乎之一。 对于普通的三角螺纹来讲呢, 因为它具有自锁的性能, 所以它效率低, 它的效率比较低啊, 普通的三角螺纹它可以具有自锁的功能, 主要用在连接上, 因为它自锁性强啊, 所以它多用于连接, 但是它的效率低。 鞠形螺纹, T形螺纹和鞠齿形螺纹呢, 主要用在传动上, 效率比较高, 其中鞠形螺纹的效率最高, 但是鞠形螺纹呢, 它没有标准化, 而且磨损之后呢, 不容易对中, 所以不太常用。 T形螺纹, 它的截面呢, 呈现一个T形, 这样螺纹的牙侧角啊, 对比普通三角形螺纹来讲, 要小很多, 所以它的传动效率呢, 是比普通螺纹要高, 那么它又具有, 具有鞠形螺纹所不具备的优点, 比方说磨损后可以对中, 所以它的应用啊, 在传动当中是比较广泛的, 鞠齿形螺纹呢, 它同样具有鞠形螺纹和T形螺纹的优点, 但是呢, 它只适用于单向的传动。 另外呢, 还有管螺纹, 比方说的我们的水煤气管路, 正式用的螺纹呢, 主要是管螺纹, 它呢, 具有密封的性能, 具有密封的性能, 主要用在管路的连接上。 好, 我们对螺纹副进行一下受力分析, 看看它的效率和读索条件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螺纹连接件的拧紧或松动, 可以看作是在中镜线上, 把看中镜线上一个具形螺纹为例, 在中镜上推动一个滑块, 向上或者是向下运动, 用一个水平的推力, 在中镜线上推动滑块上升, 我们看作是拧紧的过程, 下降呢, 我们看作是松开的过程。 这样呢, 我们通过受力分析, 做力三角形, 我们可以推出来, 拧紧时, 圆周力FT, 等于轴向载合, 乘以一个弹级的Psi, 加上一个肉撇, Psi呢, 是螺纹生角, 肉撇呢, 是当量摩擦系数, 谁的当量摩擦系数, 连接件和被连接件之间的, 当量摩擦系数。 那么松开时呢, 相当于沿着中镜推动一个滑块, 用水平力推动一个滑块, 匀速下降, 那么这时水平力, 也就是圆周力FT, 等于轴向载合F, 乘以一个弹级的Psi, 减击一个肉撇, 同样Psi是螺纹生角, 肉撇呢, 是当量摩擦系数, 效率拧紧时矮碳, 等于TanitaPsi, 除以一个TanitaPsi, 加上一个肉撇, 大家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 效率和效率直接有影响关系的, 一个是摩擦系数, 一个呢, 一个是当量摩擦角, 肉撇呢, 是当量摩擦角, 一个呢, 是螺纹生角, 加设连接件和被连接件之间的, 材料是不变的, 那么影响效率的因素呢, 就变成螺纹生角了, 螺纹生角越小, 效率越低, 关于螺纹生角和效率的关系啊, 我们书上呢, 可以有一个曲线来表示, 但是,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随着螺纹生角的上升, 在一定范围内, 效率呈现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 但是, 当螺纹生角大于28度之后, 我们发现, 效率就已经不存在着明显的上升趋势了, 而且螺纹生角越大, 螺纹的自锁性能越差, 所以, 你不要试图通过过大的提高螺纹生角, 来提高传动的效率, 从开始, 传动的效率, Nike 等于tanit-psi, 减去一个肉片, 当量摩擦角, 再除一个tanit-psi。 自所条件, 我们通过受力分析啊, 做力三角形, 可以得出来, 自所条件呢, 是螺纹生角, 小于等于当量摩擦角, 那么关于我们前面的, 圆周立FT 圆周立FT 螺文升角效率 这一些公式都是我们的先期课程 这些原理课 这些原理课讲过的 这里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推导 螺文的自作条件呢 就是螺文升角要小于等于摩擦负之间的当量摩擦角 关于自作条件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前面的公式当中 肉撇是当量摩擦角 它等于Arctanet F1撇 F1撇呢是当量摩擦系数 是当量摩擦系数 它等于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 除以一个牙侧角的一旋 除以一个牙侧角的一旋 这是一个当量的摩擦系数 这是一个当量的摩擦角 所谓当量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换算关系 是一种相当于的换算关系 那么F呢是轴向载荷 F是轴向载荷 这里面F我介绍了是摩擦系数 我们再来看一看常用螺纹的特点和应用 常用螺纹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三角形螺纹 三角形螺纹它的轴向泡面内呢 牙形是呈现三角形这样一个状态的 三角形螺纹呢 它主要用在连接上 因为它具有之所性能 就之所性能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的螺纹生角是小于等于当量摩擦角的 但是由于它具有之所性能 它的效率很低 所以经常用在连接上 三角形螺纹呢 分为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 通常呢 粗牙螺纹的应用比较多 细牙螺纹呢 它具有小净小 小净小 小净和中净的都比粗牙螺纹的要小 螺级也小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它的 它的 自所性更好 但是呢 细牙螺纹有它自己的缺点 也就是说 在承受同样载荷的情况下呀 它容易划扣 牙型 容易失效 但是呢 它的连接性能 自所性能更好 而且对螺纹的强度的削弱 对轴的强度的削弱要小 另外还有超细牙螺纹 那么在螺纹的种类当中呢 当然还有矩形螺纹 T形螺纹 巨矢形螺纹 还有管螺纹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 三角形螺纹 这个就是三角形螺纹 那它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大家看 它的牙形是呈现一种三角形的状态的 它呢 又称为普通螺纹 通常如果我们没有做特殊说明的话 我们说普通螺纹 你就要想到它是普通 它就是三角形螺纹 三角形螺纹的特点呢 是它的牙形角阿尔法 在这里 牙形角阿尔法 等于两倍的β 等于60度 三角形螺纹的特点呢 是牙形角是60度 那么牙侧角是30度 牙形角是60度 牙侧角是30度 这是外罗纹 这是内罗纹 我们画的图形呢 是一种悬合的状态 因为它的牙形角比较大 所以当量摩擦系数大 想想当量摩擦系数等于什么了 是不是等于摩擦系数和 Cosanβ的比较 比较 那么β越大 Cosanβ越小 所以呢 因为它的牙形角 Bt大30度嘛 所以它的当量摩擦系数就大 当量摩擦系数大 那么螺纹生角 这所条件是螺纹生角 要小于等于当量摩擦角 那么当量摩擦系数大 它的当量摩擦角就要大了 这样非常容易自锁 就是自锁性能非常好 主要用在连接上 但是我们也说了 它的效率低 一般呢 就自锁的螺纹呢 它的效率都会低于60% 三角形螺纹当中呢 又分为细压螺纹和粗压螺纹 大家看 这是粗压螺纹 这是细压螺纹 这是更细的细压螺纹 细压螺纹呢 它是最为常用的 它的承载能力是比较高的 但是像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的 细压螺纹呢 它的自锁性能更好 自锁性能更好 用于承受冲击震动 以及变载荷或者是空心 薄壁零件上 以及微调装置当中 你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薄壁零件 你还要在薄壁零件上 加工粗压螺纹 来来看这个图 来看这个图 这是粗压螺纹 你看它的尺身 要大大的大于细压螺纹 那么已经是很薄的 一种薄壁零件了 你还要把牙型加工的这么深 你想一想 它对零件的这种薄壁零件的强度削弱 该有多大呀 这样即便罗文不失效 那么可能由于壁后太薄 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失效 但是呢 西亚螺纹有它的缺点 就是相同载荷下 它的磨损块一滑扣 相同载荷下磨损块一滑扣 什么是滑扣呢 你可能都有都有真切的体验 比方说你过去呢 用的圆珠笔 它是一种内罗纹和外罗纹 一种悬合状态的 那么它的牙是比较细的 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再也拧死了 那你常常你可能说 我垫进去一张纸吧 这样才能把它拧死 这时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就是出现了滑扣现象 也就是出现了 罗纹的一种失效状态 这是滑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滑扣 这是巨型罗纹 这是巨型罗纹 巨型罗纹 我们给它做一个抛面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 也就是它的截面 是一个巨型 截面是一个巨型 我用红线表示 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书上把这个巨型 外罗纹和内罗纹 它连接起来用了一条 它的线是重合的 事实上它不可能重合 如果重合的话 外罗纹进入不到内罗纹的牙槽当中 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间隙 那么我这里把这种间隙给它夸大化了 给它夸大化了 这个牙型是巨型 你看看牙侧角β 牙侧角β它是零度的 牙侧角β是零度 它的传动效率非常的高 传动效率非常高 主要用于传动 但是呢 我说过巨型 巨型罗纹呢 它没有标准化 而且当磨损之后呢 对中性非常不好 所以呢 它常常被T型罗纹所代替 这是巨型罗纹 再来看一看T型罗纹 再来看一看T型罗纹 这个呢就是T型罗纹的一个实例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 红线呢 仍然表示的是内外罗纹之间 需要有一个微小的间隙 需要有一个微小的间隙 否则的话呢 不能够正常的安装 那么对于T型罗纹来讲 它的牙型角α是30度 牙型角α是30度 牙侧角α呢 是15度 那么和普通罗纹来讲 普通罗纹的牙型角是60度 牙侧角是30度 可是T型罗纹呢 它的牙型角是30度 牙侧角是15度 所以它的当量摩擦系数 当量摩擦系数 是小于普通罗纹的 它呢 比巨型罗纹效率略低 这个效率啊 比起巨型罗纹来讲 它只是略低 但是呢 由于它磨损后容易对中 磨损后啊 容易对中 对中它呈现这样一种T型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在螺旋传动当中啊 是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这个呢 是巨齿型罗纹 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牙型啊 像一个巨齿一样 像一个巨齿一样 它的工作边 工作边 这里这里是工作边 Bt等于3度 你想想啊 非常接近于一种直线的 而不是倾斜的斜线这样一种状态 Bt等于3度 非工作边的牙侧角Bt这里是30度 它综合了巨型罗纹效率高 巨型罗纹 牙侧角是0度 那么我们工作边呢 只有3度 和T型罗纹 牙根强度高的优点 我们来看 来看看T型罗纹 这是T型罗纹 那它的牙根厚度呢 要大大的厚于 厚于它的牙顶的厚度 所以它牙根的承载能力非常强 因为它牙根很厚啊 所以和巨型罗纹相比 它牙根的抗折断能力 抗滑扣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那巨齿型罗纹呢 它综合了巨型罗纹 传动效率高 和T型罗纹的牙根强度高 你看它的牙根呢 也是非常的厚 这样的优点 所以能够承受较大的载荷 但是它有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只适合于单向传动 缺点 它只适合于单向传动 这是巨齿型罗纹 再来看圆柱管罗纹 圆柱管罗纹 什么是管罗纹呢 就是把罗纹加工在管件上 比方说管件 我们有水煤气管 以我们的暖气管子为例 那么你想一想 暖气管子呢 它都有接头 它都有接头 在接头处用的就是罗纹连接 而这个罗纹连接 是圆柱管罗纹 圆柱管罗纹 它主要用于管件的连接 是三角形罗纹 它的牙形角 阿发呢 是55度 大家看这里 它和普通三角形罗纹 是不同的 这里有一个圆角 而三角形罗纹呢 这里是一个尖角 这是55度 宁静后没有镜像尖锡 镜像没有尖锡 密封性好 密封性好 因为它密封性好 所以我们多把它用在管件的连接上 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的暖气管 煤气管 如果连接不好 密封不好的话 要发生水的泄漏 气的泄漏 想一想后果该有多么严重 可是三角形罗纹 我们说它也主要用在连接 但是呢 这种连接只是把两个件连接起来 它们直径不会产生松动 但是我们没有说它密封性好 可是管罗纹不同 管罗纹因为没有 把宁静之后 没有镜像间隙 所以它不会发生气的泄漏 也不会发生水的泄漏 对于管罗纹来讲 公称直径是管子的通径 管罗纹 公称直径是管子的通径 通常是用英寸来表示的 还有圆锥螺纹 圆锥螺纹 圆锥螺纹呢 是我们让螺旋线缠绕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体上呢 是缠绕在一个圆锥体上 缠绕在一个圆锥体上 它的特点呢是仍然是三角形螺纹 我们来看这是它的牙形 那特点呢仍然是三角形螺纹 但是呢 圆锥螺纹和圆柱螺纹来比较的话 它的密封性好 宁静以后没有尖锡 它具备了管罗纹的特点就是密封性好 宁静以后没有尖锡 经常用于高温高压 密封管路的连接 那么我们在变速箱上或者是齿轮箱上 经常会遇到一种叫做丝堵的领件 这个丝堵啊 我们通常就做成圆锥螺纹 通常做成圆锥螺纹 圆锥螺纹我们说了 它的牙形角仍然是55度 但是呢 锥管它做成什么样的呢 做成1比16的这样一个锥度 做成1比16的这样的锥度 圆锥管罗纹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